先跟大家去看資料 然後再講講魯爾的看法 他這篇文章說天然氣是過時了 下面要看戰略金屬 二十世紀時是石油世紀 某程度上二戰德國戰敗因為石油所困 而二戰後中東的石油還要升上來 不過加上以色列 因此中東變成了多士之地 七十年後很多國家的智囊團 都說我們有一個peat oil 即是油就可以用光了 但到目前來說似乎還有一大把 接下來就變成現在大家在講 在peat oil當時也因為石油浸費用完 我們現在都應該順手做氣候轉變這個問題 到目前為止 我相信大部份都認為氣候問題很重要 因此減碳這件事 將會在全球最少在中國 在歐洲大力推行 減碳自然要減燒煤燒石油 可能也會減燒天氣 天氣到底都會變成炭酒出來 但在這個過程之中要有一個過渡期 所以天氣是一個非常有用的過渡期 不過天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一定要積採積用 不太方便運輸 也不方便儲存 不方便運輸 主要是因為如果有彈性的運輸 要用液化之後 自然是不方便 但如果鋪設了氣管之後 利用氣管運輸 其實亦非常方便 有一個穩定的來源 有一個穩定的用的地方 一條氣管去 其實是非常好的 記得我小時候 就要去買石油氣 一罐罐石油氣 買回來 然後就 通常會找人送 送石油氣 打個電話去某處 那裏會找伙伙幾張石油氣管 送上去你家裏 幫你博賣 然後拿走舊罐去 但現在這裏 好似澳洲這裏的氣管 正有一個 我都仍然有石油氣管 這裏是甚麼 我做烤箱用的 我們有一個烤箱爐 用罐裝石油氣 否則的話 我們這裏的煮食 用天然氣 我們的熱水供應 也用天然氣 這裏已經有效 不需要另外裝東西 所以運輸方不方便 其實是看你 是否想變成輸送方法 如果你有輸送方法 穩定輸送方法的話 這絕對不是麻煩的 儲藏不方便 就不要拿出來 但我們知道 譬如去年 或是前年 在德州試過一次大停電 原因是 天然氣的部分 因為出來那裏 含有水份 水份把天然氣管塞了 所以輸送不到出來 搞到大停電 加上那時很冷 冷到媽媽都不認得 所以搞到一個大的停電事件出現 這些跟技術有關係 他們是不把電網搏得夠大 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以前跟大家講過了 這裏我們見到 天然氣所謂的不方便 其實是看你怎樣說的 如果我們真的要減碳的話 自然就要轉做 所謂清潔能源 清潔能源不外乎 都是電力 另一個可能是要靠核能 用電力好 什麼都好 其中最大的就是 稀有金屬 銅、滅、菇、里、稀土等等 這裏有一個矯圖給大家看到 開彩來說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量 中國只是在稀土方面 佔一個大的比例 譬如銅是智利 蜜是印度尼西亞 江國共和國是菇 中國是稀土 澳大利亞就是利 這些不同的地方 但是在油礦變成了稀土 全部都是中國的天下 銅好、銅好、菇好、利好、稀土好 都是中國搞定它 所以中國這方面是獨大 而這個情況 其實倒彎轉頭 中國可以拿來 鋪一些外國人的脖子 他們不要說快 在短期之內 可以替換了中國這種 稀土加工的能力 這次俄羅斯 拿著德國能源的命根子 短期之內 很難替代俄羅斯用氣管 輸送給歐洲國家的天然氣 這也是一樣 因此這篇文章 主要概率說 天然氣已經過時了 應該看貴屬金屬的控制權 中國現在非常穩定地 拿著主要的金屬的加工能力和生產 所以中國現在就贏了 那老爺怎麼看呢 第一 由現在一路去到可以過渡到再生能源 還有一段時間 這幾年時間之內 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是2030年 如果是2030年 現在還有8年 或者是2050年 如果是2050年 那不是更多嗎 更多了二十幾年時間 這二十幾年時間 這個過渡期 人類由化石能源 去到再生能源 或者是非常低碳排放的能源 這裡我們說幾十年 在這幾十年之中 天然氣 仍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扮演 就算大家把煤全部不用之後 仍然 天然氣有一個很大的角色扮演 而天然氣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燒了它是比被排出大氣好 所以如果有些抗開了天然氣出來 或者因為全球變暖的關係 天然氣漏了出來的話 其實是重大件事 所以我們一定是寧願開採它 用它變成了氧化碳 變成了CH4 排出空氣之中 所以我覺得在未來這幾十年 就算沒有幾十年 也在未來八年之內 第一 歐洲是沒有辦法 可以在短期之內解決了 他們天然氣的依靠 必然要繼續靠俄羅斯 任它怎麼做 你最多減幾個百分點 但你仍然要大量依靠 這些既定的管道 這是第一 第二 當你的再生能源要上來的話 就會很依靠這些金屬 這些金屬會成為 將來控制全世界能源 一個重要的金屬 我們看到現在這裡 可以說中國就 掌握了全世界的名根子 基本上大部分的產能 都在中國 這個中國可以好好運用 不要到頭來 被人卡回自己的薄紙 我相信現在中國的戰略 應該開始注重這些金屬 使得這個金屬最終可以為全世界好 為中國好 對於使得人類生活更好些